富可敌国的印度富婆,61岁保养如少女,手机上镶嵌价值三亿的钻石,被首富老公圣宠39年,奢华程度难以想象,门前冷落安玛西,老大驾做伤人妇,这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。 其主要说的就是一个善于弹奏琵琶的歌女,在年轻的时候由于技高超而受到客人追捧,但是随着年老色衰,没有办法再抛头露面,所以无奈嫁给一个商人了去后半生,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在白居易生活的那个时代,商人的地位其实不高,嫁给商人。 对于一个放在现在应该叫做过气女艺人的女子来说,算是无奈之举,但是时代在变,社会各个阶层,行业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,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家,就是在我们的邻国印度,也是这样,印度就有这样一个女孩。 他本是印度高种姓家族出身,却嫁给了社会地位比他家族低很多的商人的儿子,但是却因此过上了富足且备受宠爱的生活,58岁保养如少女,手机上镶嵌价值三亿的钻石,笑谈古今故事,闲话传奇生涯。 欢迎订阅小豆之历史。 在介绍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之前,我不得不先介绍一下印度的种姓制度,种姓制度是印度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制度,这种制度是印度历史上随着亚利安人入侵,所传到印度的一种社会制度。 其主要的内容就是把印度的社会群体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,这五个等级由低到高,分别是婆罗门、沙地利、费舍、守托罗和达利特。 这五个等级在社会地位,享有的社会权利以及从事的工作方面都有严格的划分,婆罗门作为这一制度的最高等级。 其主要是由僧侣和贵族组成的,他们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、最大的政治权利以及绝对的社会话语权。 第二等级沙地利主要是局势贵族和政治贵族组成的,他们享有很高的军事和政治特权。 第三个等级,费舍主要就是普通的亚利安人,没有政治特权,也就是相当于平民。 这一等级的人主要都是从事商业为主,而第四个等级叫做守托罗。 其人员主要是当时亚利安人征服的当地土著,这一类人也是属于比较低等的平民,在社会上主要从事一些当时看来相对低贱一些的职业。 比如像帮佣、工匠之类的职业,最低的一个等级叫做达利特,也叫贱民,他们是属于社会最底层,有点历史上奴隶的那么一点意思在里面。 在当地,不同种性之间通婚也有着严格的界定,一般高种性的女子是不会嫁给低种性的男子,而低种性的女子可以嫁给高种性的男子,并且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种性的地位。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一位出身于费社种性家族的商人,他的名字叫做穆克什·安巴尼,说到这个穆克什·安巴尼,不得不提到印度最大的私人联合企业信使集团。 这家公司由穆克什·安巴尼的父亲德拜鲁·安巴尼所建立,老爷子可以说是白手起家,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辛苦打拼,把这家从一个出口贸易公司经营成了印度第一大集团,旗下产业涉及能源生产、金融、生物科技、电信等行业。 而在德拜鲁·安巴尼过世之后,穆克什·安巴尼也将集团经营得更加丰盛水起。 202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穆克什·安巴尼更是以近千亿美元的身家排在全球第十,而他就已经蝉联了十多年的印度首富了,可以说。 在印度,穆克什·安巴尼已经是一个凭借亿万身家超然于种性制度之外的人了,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女主角叫做妮塔。 她的出身可以说在印度算是非常高贵了,以她出身于印度的一个婆罗门家族。 当然,虽然家族非常的显赫,其实她的家庭只是属于一个中产家庭,尼可从小就长得非常美丽,而且能歌善舞。 所以,在学习舞蹈的方面也是非常的刻苦用心。 所以,她经常受邀前往社会上各种高端演出现役舞蹈,也就是又一次在表演当中,她的舞姿深深地吸引住了穆克什·安巴尼的父亲。 也就是信使集团的总裁德拜鲁·安巴尼,事后,德拜鲁对这个吸引住她的舞者进行了调查,发现无论她的家世,还是个人各方面的素养都和自己的儿子非常的匹配。 所以,她更加坚定了要让自己儿子将这个姑娘取进门的想法,经过多次的电话联系,以及通过妮塔的父亲进行介绍。 德拜鲁终于得到了拜访妮塔的机会,并且在她的安排下,妮塔和穆克什也得以见面,并且非常顺利地交往了下去。 最终,两个人在1985年结婚了,这段婚姻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,根本就不可能发生,就算是两个人在一起。 也很有可能会受到社会的各方面的攻击,原因很简单,就是因为种姓制度的存在,虽然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已经没有古时候那个界定分明,但是印度这个国家,大部分人还是会遵守这个制度的。 所以,这场婚姻完全是因为穆克什的超能力过于强大,所以才会得到婆罗门家族的女孩下嫁的吧。 不得不说,婚后的穆克什确实是一位标准的宠妻狂魔,在男子刻以三妻四妾的印度,穆克什在婚后却独独宠爱妮塔一个人。 婚后不久,妮塔因为表达了自己想要俯瞰孟买夜景的愿望,所以穆克什当即砸出十个亿的美金,在孟买盖了一座有27层高的大豪宅,实现了妻子俯瞰夜景的愿望。 而妮塔的座驾是一辆镶嵌了几十万颗钻石的跑车,整辆车看起来都是billingbilling的,上了街简直能闪瞎别人的眼。 不说这些乡车豪宅,传说妮塔的一个鼻环都可以在北京买一套房,58岁的妮塔保养如同少女一般,而她用的手机壳也真的是平平无奇,并不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花里胡哨的。 人家的手机壳上也就只有一颗拇指大的钻石而已,差不多三个亿左右吧,其实一个人的事业如果发展到了顶峰,真的是可以超然于物外的,出身于印度三等种姓的商人,不仅迎娶了一等种姓的女孩,还把她宠上了天,纵然生活中出现了无法自然受孕的波折,她也义无反顾地陪伴着穆克什。 感恩丈夫的体贴,妮塔在生下三个孩子后,也选择和丈夫一起打拼,当下,她积累了可观的个人财富,还创建了自己的学校,如此成功的女性更加增加了在穆克什心目中的吸引力。 时至今日,妮塔仍然是这位首富眼中最美的女人,穆克什时不时就要用昂贵礼物讨好妻子,也会恋恋不舍地跟在她身后,一旦看到有男士向妮塔献殷勤,她还会吃醋地不行,甚至在女儿婚礼上,妮塔一身华服英姿薄发,穆克什都要不住地偷描,生怕错过妻子的动人风采。 如果说妮塔最初的出身带给她好运,那么后来的成功无疑是靠实力,她不仅把家管得井井有条,自己的事业也搞得红红火火,在女儿依莎斯坦夫毕业后,妮塔更是把她培养成公司的新长多人。 如今,这对母女携手并进,在商场上也占尽风头,在穆克什最难熬的那段时间,是妮塔陪着她参加各大会议,如若没有她的帮助,恐怕穆克什最后也不会获得那么多老员工的支持,从而赢得顺利继承公司的局面。 在兄弟二人争夺遗产时有一个事件是不得不提的,就是妮塔在争权的关键期推出了优惠的电信套餐,此番举动彻底将弟弟的客户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,极有力地奠定了丈夫的地位。 后来在母亲的调解之下,穆克什成功拿到了公司大部分的股权。 十分有头脑的她,仅仅经营了一年之后,就将年营业额达到了190亿美元,穆克什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在2007年,因为从这一年开始,她便大量地对由气领域进行了投资,而且成功率一度达到了60%以上,有了前面投资的基础,穆克什在陆地上就有了石油勘探权,这也成为了她后来能够登上印度首富之位的关键点。 2007年,穆克什公司在穆克什的带领之下,在财富榜500强上排名第269位,她也被授予了亚洲社会领袖奖的荣誉。 成为了印度第二位获得此项殊荣的企业家,后来穆克什在国内还申请了建设各种各样的特区,无论是总面积还是总投资额都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。 由于穆克什一直在当地建设特区,以此受到了政府的极大关注,还为其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。 至此以后,穆克什便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加油站、零售店和连锁店等产业。 到2021年的时候,穆克什以5370亿元的人民币财富名列,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的第八位仅仅在两年之后。 他便成为了亚洲首富,穆克什之所以会有如此成就,远离不开自己妻子妮塔的暗中帮助。 光是靠爱情二字拴住一个首富的心,显然是不义的,妮塔凭借着自己的才能,给丈夫打下了整片江山,从而也奠定了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。 面对如此有颜值又有实力的妻子,穆克什简直喜欢得不得了。 为了彰显自己对于妻子的爱意,他更是不计任何代价地宠爱着妮塔,让她成为了站在金字塔顶尖的女人。